這一次陸生訪台37名的師生 一起來到台灣 其實馬前總統也有跟他們來聚餐 了解一下兩岸之間的交流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滿久已經是成為了兩岸的定海神針了 因為兩邊是要有好的良善的循環交流 就不用怕戰爭了嘛 對不對 好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也要告訴大家 這九天當中 非常密集的16個行程 包含的是前天去了台積電 昨天去了捷安特 這樣子的一個互動之下 是不是能夠對於兩岸交流各有幫助 而馬前總統也特別了跟誰會晤 就是跟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來晤談 你可以看到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 也有來前往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蔡政府現在不斷的想要中斷兩岸的交流 甚至是兵凶戰危 所以大陸的學生代表團來訪台 其實對於兩岸的和平是有很重大的指標意義 剛剛講到前兩天的行程 我們也來看一下接下來還有什麼行程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當然要來到101 這是今天的行程 那明天的部分呢會來到了文化大學 也去看一看故宮博物院 那麼19號的時候呢會來參訪台灣大學 也到大稻埕走一走 還有就是呢會預計到花蓮 來參訪慈濟跟東華大學 以及21號的時候會來到太魯閣 然後最後呢北方九份之後呢 陸陸續續就完成它的行程了 好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剛剛講到這個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兩岸的交流嘛 良善的開始一個好的循環 但是呢欸好像沒那麼順利耶 大家也知道說呢 欸其實像我自己在大學的時候 班上其實都會有陸生 你不管是課堂上的或是課業外的 跟他的交流當然是好的啊 但是呢這一次喔 他們來到台灣其實是訪台前三天 才好不容易拿到入台證 所以人家就說欸 該不會是你陸委會教育部 技術性的卡關吧 就是不想要他那麼順利 但好在最後呢 還是順利的來到台灣了 好剛剛講到了 馬英九啊 現在已經儼然成為了 兩岸和平的定海神針 羅正強也在臉書上面說了 他說蔡英文喔 反中仇中這樣的操作 其實大陸民眾對於台灣人民的 對立感是會增加的 這對彼此都沒有好處啊 知道呢馬英九呢去到大陸訪問 好三月份的事情 好大家還記得吧 非常有指標性的 直到呢這個馬英九一去 其實是傳達強烈的和平善意 大陸民眾呢立刻對台灣人民的好感喔 恢復了不少啦 除了有好感之外呢 我們看到這一次呢 也有很亮眼的風景 為什麼這樣子說呢 這一次呢 這個大陸的女學生來到台灣呢 可以說是成為了一個焦點 你看這樣子甜美可愛的笑容 然後不只如此呢 他們呢也直接在 剛剛講到說前天的行程來到台積電嘛 他們就直接在前頭來自拍 所以呢也被說為是最美風景 其中呢非常亮眼的 要告訴大家喔 是北大女學霸 他是呢 這個北大美女學霸 陳詩化呢 今年才18歲 那他這一次呢來到台灣呢 還特別品嘗了一下 台灣的飲品白香綠茶 他覺得哇 很清爽很消暑很好喝 那剛剛講到了 他其實是個女學霸對不對 他在2022年的時候 大陸高考呢 就直接拿下了702的好成績 順利上了北大 同時呢 他也曾經做過這個電視節目 那也在呢 他們的開學典體上 代表新生上台發言 非常的亮麗的外表 特別受到關注 他在受訪的時候 特別講到說 自己很喜歡台灣 因為他覺得台灣人喔 熱情又好客 接待他們的老師啊 海學生 特別介紹了台灣有 哪裡好玩 哪裡好吃 欸這不就是很直接的互動交流嗎 不過呢 他說他還沒有機會去嘗鮮一下 有很多聽到的這個美食 他都很有興趣 啊剛講到了 他這次呢 先喝到了台灣的茶飲 白香果綠茶 覺得清爽好喝 哇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北大甜美正妹啊 徹底愛上了台灣的這款飲料 一起來看 台灣人民非常非常熱情 非常好客 然後對大陸來的師生團朋友們 都特別友好 這個讓我非常覺得非常溫暖 也非常感動 然後像昨天馬先生 以及各位領導老師 各個姐姐們都為我們介紹了 台灣這邊的一些情況 然後跟我們說哪邊好吃 哪邊好玩 而且就是對我們特別歡迎 都讓我覺得特別溫暖 特別好 那你們是吃了什麼特別的小吃嗎 你剛剛講說 大家介紹好吃的部分 好像現在還沒有吃到 就是台灣本地特別的那種 小吃街裡的那種小吃 但是昨天各個姐姐們 帶我們喝了Louis C Coffee 是嗎 就是Louis C Coffee 就是台灣的這邊的一個咖啡品牌 好像說是台灣的星巴克 然後我點了一個百香果綠茶 覺得非常好喝 非常清爽 非常好喝 非常清爽 這樣子以美食作為交流 也是個很好的開始 對不對 不過這次似乎剛剛講到 一開始好像沒那麼順利 這個入台證 放台前三天才終於拿到 這是不是民進黨在搞一些動作 想要阻擋陸生訪台呢 包含的是這個陸委會教育部 現在被點名了 因為現在來說 剛剛提到了 這個我大學的時候 班上是有陸生的 可是到後面呢 因為疫情也好 因為政策的影響也好 其實現在呢 已經沒有所謂的陸生可以來台 只能說呢 用這樣訪台的方式 而不是直接來進行一個 直接來就讀學校 好 這個過程當中呢 大家都在說到底是誰想要去阻止 那麼這一次最後 好 終於放行了 這個馬前總統這邊呢 也認為說 也是好在最後蔡英文這邊呢 是OK了 蔡政府也是答應了 才讓這個行程順利進行上去 但是背後是誰去點頭的呢 實際上蔡政府是不是其實很怕陸生訪台這件事情 好 包含的是呢 因為如果說第一個看到了說現在呢 大陸其實這些學子非常的優秀 那是不是呢也會覺得說在大陸那邊有一些工作機會 也擔心說台灣人才的流失 那另一方面呢 是不是一些政治上的考量呢 好 在這個部分呢 這個最後呢 是不是會導致民進黨作為現在的執政黨 他的芒果乾就失效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的是時事評論員王上智呢 他也點出了一些內幕 他說為什麼蔡政府不讓陸生訪台 不想讓陸生訪台 因為有蠻久的前車之鑑 哇 這個風浪一起來呢 就覺得說明星要把持不住了 擔心年輕人的民意支持度直接轉到藍營 甚至轉移給侯友宜 至於最後為什麼還是點頭放行了呢 王上智就獨家爆料了 他說因為美國點頭同意蔡政府不得不放心 這個部分在先前民進黨的各式各樣的卡關 在各學校當中去問這些問題 在所有的過程裡頭其實都知道那個卡關 沒有讓他的進來這件事情 基本上已經是陸委會 包括內政部各方面的共同的意見 包括教育部 他是一個跨部會當中的卡關 他不是只有一個 他這個跨部會這件事情的各式各樣的動作 在之前我想其實如果有接觸馬辦 在馬辦那邊有所瞭解就會知道 那個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不要說是馬辦 光是他去幾個所大學 比如說像文化大學 你要知道他不是只是發文當中要你來解釋 要你來解釋之後呢 還有各式各樣的反覆當中的追問還有詢問 我讓我是徹底是理解去追這些學校當中 就是說跟教育部 包括跟內政部來自跟陸委會的部分溝通 你難以想像 也就是說不讓來這件事情 基本上在先前已經是定調了 就是要偷偷偷偷到他 到最後這個時間 因為在中國大陸那邊雖然stand by了 要知道這次來的都是各地方 現在中國大陸的年輕的學霸等級 各領域當中都是很有很有影響力的 這一些年輕人 所以他們其實在那邊stand by 你最後過了一個時間點 他們還有也就沒有辦法來了 其實最先的部分民進黨的決定是 已經就是朝這個路線走 要知道我沒有很同意 剛剛左下所提的部分是 主要是現在民進黨跟北京方面 沒有根本沒有有效的溝通管道 北京那邊是完全就不跟你溝通的 任何溝通他根本是不理你的沒有的 所以其實在民進黨當中 最初對於這件事情 他一方面不要這麼做 二方面不讓來的很大的原因是 他們也親眼看到了 馬英九這件事情 在中國大陸引起那麼大的迴響 為馬英九加持 讓他從原來那麼低迷的 這個民意支持率拉到過50% 乃俊年輕人當中的支持 對於一大部分的轉過來 那麼他們當然也非常害怕 你一旦過來當中各式要的報導 又讓馬英九重新加持了 他的民意支持率 而一旦這個民意支持率 年輕人的部分狀況來講 一旦移轉到國民黨到侯友宜 那還得了對吧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在現前都是沒有的 於是到最後像這樣子 已經決定不讓來的部分 誰能夠點誰能夠決定 沒有沒有 就只有蔡英文決定才可以 而誰能夠讓蔡英文低頭跟點頭 就只有美國 那當然這裡頭我不會說什麼AIT 我沒有辦法講出這樣子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是其實在大家 如果在關切國際形勢上 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推理得到的 主要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葉倫最近剛訪問北中當中 北京之後做了很大的規格 現在有兩個非常的重點 第一個部分是 雖然他們在很多所謂的先前的 包括高科技的制裁方面 包括稀土的這些當中 沒有達到目的 但是現在可能對於中國大陸 是不是購買美債這件事情 北京方面好像並沒有很硬 也就是說現在針對於這點 更不要說未來習敗會營造 先前布林肯當然一臉狼狽 一身狼狽 但是葉倫這個部分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而且不要忘了 先前布林肯在先前跟中國大陸 在談的時候 也都傳出來 包括在國外的媒體也都說 當時針對台灣很多方方面的問題 談了非常非常久 那但談什麼東西不知道 是不是包括這一次 北京希望來這麼一個微小的希望 從布林肯當時就在談 可能那時候可能沒有特別的想法 要知道美國政府也是鷹派鴿派在交錯的 但是葉倫這一次當中 特別是要讓中國買美債 如果要讓中國大陸的這些陸生來談 只是一個微小的微小的希望 能夠不給嗎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就這個 在這種很簡單的推論邏輯 就告訴各位 當然我剛剛會這麼說 是美國讓中國 泰英文點的這件事情 我是有所本 所以我在這裡很直接的告訴大家